嗨 大家好 我是Jones 那我们继续来完成客厅与主卧室的B项利面图 那么这B项利面图呢 我们这个把图都投影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剩下材质图说的附语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尺寸的标注 OK 那我们这个图说附语呢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想法去标注 那我们之前 A项利面图已经做过了重复的东西 可以拷贝Copy过来使用 不然你要重新再打一次 会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天花板是共用的嘛 所以你看那个客厅空间 这个低层天花板跟高层天花板 我们是用那个细酸盖板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之前 A项利面图所做过的 图说把它复制过来就好 突然你把它推过来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这个客厅阳台A项利面图 那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里是不是有 有这一组 大家看 这个 有没有 就是那个客厅的高层跟低层天花板 我们那时候是写细酸盖板天花板的12mm 那这个你可以再打一次 可是我们这样浪费时间 我们用复制的就好了 所以突然你按复制命令 那就点它跟它 因为它同一个空间嘛 所以来按确定 突然那我们就锁 比如说你锁这个角点好了 就是我们那个低层天花板的开口 这里 间接层板的开口 左键 然后把它复制出来 那就把它复制到这里来 OK 好 那我们就放在客厅这边好了 左键有没有 就像这样 夜席键 然后这个都是一样的概念 那你如果觉得说 你不想去撞到这个灯 对不对 你可以稍微移动 比如说移动命令 这里 然后选这个 注解按确定 好 空间上指定一点 你可以拉 拉一段距离 不就拉这样 这样 夜席键 OK 那这里是一样 所以按移动命令 选他按确定 他就锁这里 然后拉一段距离 就可以避开那个指向这个砍凳 OK 好 那这两个搞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天花板就是低层跟高层 都做出来 那里面的那个 这个骨架 就我们那个角料 那个 那个到时候西部强度 如果需要再 再给它解释就可以了 我们就画这样 好 这样我们再看 那我们 我们这里有几个重复的 像这个天花板都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很在意 假设你 你两个空间独立出来 你如果很在意这个问题 你可以再复制 你可以选 这个 跟这个 然后确定 好 那就锁这里 那把它搬到这边来 这还可以 就是让它再注解一次 但你注意不要撞到 那像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撞到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们两个干嘛 把它近射 那你 因为这边已经有做了 所以近射之后标右边 所以就按下那个 近射命令 然后选他跟他 按确定 空间上指定一个点 比如说 指定认一个点 然后往上近射 这样近射 好 那近射你左边要删掉 所以他说 是否删除来源物件 按yes 按y 那个y 确认 这样近射过去了 OK 就这样 我们这样比较平衡 不要挤在一块 那等一下再微调 OK 等一下再微调 好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 对我们天花板先解决了 对 天花板这边OK 那我们先从客厅开始 我们客厅这个地方是不是 这是一个 这里 它是一个 隔间墙 那你可以选 青钢架隔间 或者木座隔间 或者甚至泥座隔间 那我们当初在做的是 木座隔间 所以我们当初 我看一下我们当初的那个 图面上 是木座工程 对 你如果不确定 你可以到平面图 我们很早以前画过 隔间工程的平面图 这里 这是现况平面图 我们看这里 好 这一个 OK 那我们的图层是 它我们的图层是做 隔间工程 对 对我们做隔间工程 那事实上 隔间工程就 当初标注的时候 你可以写清楚说 他是 青钢架隔间 还是木座隔间等等 那因为没写 所以没关系 那我们 我们这里给它补上去 好 所以同样你就按一下 你可以按引线再做一次 或者说把这个复制 把这个复制下来改就可以了 那我再做一次好了 同样先把目前图层设为 立面的材质 OK 那之后我就用复制了 因为我这复习 在你注解这个地方 确定它是立面材质图缩注解 这个 立面材质图缩 然后接下来你用引线 选这个引线 选这个引线 好那我就锁 这个位置 这个适当位置 这样点它 然后往上 你就靠右 这样 左边 好那像这个 因为它往这里拉 对不对 同样你到时候 把字打完之后 把它进射过去 或者说 你在做那个投影的时候 再做一次 引线 好点它往右边 同样一开始就要往右边拉 按左键 OK好就往这里打 好你就给它写这个 好你就给木座隔间 好 然后你就给它写这个 因为它木座隔间它会有 看你要用什么样的板材 比如说用六分木星板 把它包起来 然后里面钉这个骨架 就是那个钉这个 这个角料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写面贴 面贴 那我们跟它同意一次好了 面贴这个三毛橘木皮 三毛橘木皮 这样 OK 好那这个 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次 那这个 选起来之后 请你注意 你那个文字的图层 你就是要移图层 移图层 好那你的目前图层 等一下一定要确定是这个图层 OK 好就给它确定像这样 好面贴三毛橘木皮 如果你不知道三毛橘木皮 大概是怎么打 你就看我们之前打过这个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那个电视墙 木座收纳柜这个地方 也是给它打 那个面贴三毛橘木皮 然后只不过这有 表示门板跟成板 那我们这个是整个 整个隔间墙 的这个整个墙片 整个墙面的外面这一片 就我们的 比如说六分木星版 那你要面贴木皮 就给它写这个 OK 好 然后这个把它放到一个高度 好我们再看 那么这里呢 同样是一般墙面 对 同样一般墙面 因为它先 先投影它再投影它 那一样这个可以给它 给它注解 那我们这个就写什么 我们就写这一个 这个 墙面 壁面 对 那就是涂装 施作 这个 百合百的这个乳胶漆 或者 你用水泥漆也可以 就看你 你的那个 设计 那我们 那我们先用乳胶漆 好了 事实上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就不用再打了 OK 所以你要复制命令 然后把这个 点它 确定把它选过来 这种做法是比较 不能说懒人做法 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上 就是希望能够复制 然后改一改就好了 好的 你请你按 镜射 你如果不想镜射的话 你就调高度 就比如说你 点这里 然后再往下拉 夜席键 然后点这个 左键 你把它排板排好 好 夜席键 然后点这里 再高度 可是你要留点距离去干嘛 去标注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标注的高度 怎么样 我们之前标注在下方 在下方 然后你的材质图都触解在上方 OK 好 那这样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先往上挪 点这里 夜席键 好 那这个再往上 好 你如果觉得都挤在一块 比如说 比如说你 这里标注不够不够大的 那你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进射过去 然后这边再拉高 所以你就按进射命令 选它按确定 然后空间上指定一点 然后往上进射 好 然后删除蓝物件 按Y 确定 就过去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拉高 点它 把它往上拉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标注空间 就像这样 那有的公司要直接拉写的就标了 同样 那因为我们现在做范例 所以会做得比较漂亮一点 你可以这样做 好 那这个可以拉下 那像这个也是隔间 不过因为 它是乳胶漆白色的 然后到这边也跟着 粉刷白色就对了 所以我们这个 虽然是木座隔间 那一样你给它刷同样的颜色 百合白 好 那我就按 按这个 注解 然后选这个 多充银线 然后就点这里 再拉下一点 没关系 然后往上给它一个箭头 好 那靠左边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打完了 然后等下再把它搬过去 OK 你就给它写这个 再做一次好了 好 靠左边 这样 OK 好 你就写这个 木座隔间墙 好 一杠 好 那你就给它写面贴 这个 百合 百 百 面对白白白白人造木皮 我就跟它做一样 因为它白色乳胶 其实就接人造木皮 整个都给它同一个颜色 好 确定 那我们就把它拉到适当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厨房空间那里面就不用管了 然后像这个也是一样 因為這是空間,空間對後面的那個牆面 那一樣就給他 這個先改掉,這不是電視牆 這個是這個壁面 所以我們這裡投影的是到後面去了 就是大家看誰 他是看到後方 這裡 所以他的隔間,你就寫隔間牆 這個是廚房空間的隔間牆 然後這邊遮住就不用理他 然後這個是這個 這個 次臥室的隔間牆 OK 好,所以我們這個 對他 打ED 編輯文字 就下這個指令 ED就編輯文字命令 這裡 按確定 好,然後你就點點他 好,就寫廚房壁面 廚房隔間牆壁面 這樣就OK 好,那這個按複製命令 好,就點他按確定 那我就把它複製過來 帶在這個位置 左鍵 夜席鍵 好,然後我們點他把他往下拉 帶在這裡 OK 好,那你就給他這個 這改掉 好,我們這左鍵兩次 或打ED Enter 好,同來這個是赤臥室 隔間牆壁面 然後塗裝石座白了白的乳膠器 按下 關閉 可是你這個地方是會撞到這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稍微排版 比如說你這個打勾 因為它字比較長 所以我點這裡往上 大概到這裡 我們這裡可以把它刪掉 點彈底的鍵把它刪掉 好,我們點到稍微上面一點 夜席鍵 然後這個我看一下 這樣會撞到 所以我們這個先往上 然後再換它 然後再點這裡 OK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可以過來一點 所以按移動命令 確定 空間上指令一點 搬過來 當然如果你很在意說 這個太長了 那你可以把它分兩段 反正你要留點空間給標註 所以我按ED 編輯文字 確認 那就點這裡 OK 好,那我們這個就是 給它到這邊 Enter 那下來 按打勾 這樣也可以 就這一段就這樣標到這邊 好,那我們這個把它往上拉 好,這樣沒有問題 當然你不用全部都標上面 你可以往下標也可以 如果不夠 像這個 你覺得如果說 在這邊會擠到一塊 你可以往下標也可以 OK 好,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按一下移動命令 比如說你就點 不用移動啦 夜席鍵 可以選這裡 把這個側點往下拉 左鍵有沒有 然後它就標標它 然後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我們這個 左鍵兩次 好,這個點這裡 按退回鍵 把它推過來 讓它變成 變成整個都 材質突縮 然後下一點 好,那我們剩下標下方好了 那像這個呢 這個是衣櫃嘛 對不對 看你要面貼三毛菊 還是面貼其他木皮都可以 那我就面貼雪山材質 好了 OK 好,那我就按一下 這個 引線 好,那我們就從這邊先標一組好了 那我點這裡 然後拉過來 拉到右 左側 好,那我們就寫 我們就寫這個 主臥室的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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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 那個山應該是 這個 同學 雪山人造木皮 OK 那當然如果你工作上也可以寫0.48 mini 這樣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寫得比較清楚 那我這一段就不寫了 OK 那這個也要跟他 同樣的那個 雪山材質嘛 所以同學我們就 就按一下 複製命令 好,你就點這個 按確定 來,空間上指定一點 把它拉下來 比如說拉到這裡 它這個鎖點會鎖到對不對 你把鎖點先關閉 先不要鎖 再一次 然後這個 同樣這個靠右好了 所以按一下 近射 選它按確定 空間上指定一點 這裡 這先開啟鎖點 然後指定這個點往上 刪除來源物件 YES 就像這樣 好,那我現在繼續 按一下複製命令 我們點 這個先關閉 要不要拉過來 好,葉錫鎖 然後把這個往上拉 就指向它 好,對它的ED 然後選這個 抽屜門板 全部用寫3 那有的公司會寫在一起 就 反正你全部都貼一樣 就寫在一起 你如果要不同的樣式變化的話 你可以 去指定 比如說 踢腳板你要貼不一樣 假設踢腳板 你要 你要希望它能夠 貼的比較深的顏色 那比較不容易髒嘛 當然那個要看設計 那你就寫說 踢腳板 底部踢腳板 好,比如說面貼這個 深胡桃木人造木皮 你可以這樣寫 OK,好,這樣指定 好,這指向 來 把這個箭頭的指向它 這樣也可以啦 OK 然後像上面如果你要做不一樣 比如說 這是 滑軌拉門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 改 改掉 比如深胡桃木這樣也可以 OK 好,看上方一些位置 因為上方最好是標上面 然後從中部 中段底下就往下標 會比較省空間 好,那我現在按 複製命令來 把這個選起來 確定 空間指定一點 把它拉這裡來 好,這個 打ED Enter 好,主臥是 是那個你講 一樣啊 白和白的這個 乳膠漆 這兩個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去標這個好了 我們按下 多重引擎命令 然後點再往上 好,主臥是衣櫃 然後主臥是木座衣櫃呢 把他的這個 頂部 滑 滑門 門板 面貼 我們就這個 好,面貼生虎桃木 好,先這樣好了 以後像這些你就可以直接用複製了 你要寫滑門寫拉門都可以啦 因為每個地方的這個 稱呼 有他自己的文化 對不對 這樣 好 這個應該是 這樣才對 OK 打勾 好,人造木皮 然後我們這個 放在最上面好了 所以我點這個 然後往上拉 然後這個稍微排版 你看 這樣這個標注空間是夠的 這樣應該可以 然後像這個門板也是一樣 像這個門板 都做一樣的那個面貼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怎樣 就是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 頂部的門板 你可以看到 標上去 所以按複製命令 那 看一下 我標 標下方好了 不然上面都擠在一塊 然後複製這個 這個 然後來改 所以你按複製命令來選到它 確定 那我先指向這裡 好 點它 然後選這個線往上 就標這裡就可以了 好 對它按ED Enter 好 這邊都不用了 OK 就是那個頂部門板 那我們這個就是下門板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是樓空的話 就變成掉 掉櫃跟地櫃 有掉櫃跟地櫃 你就是把它分 分別類把它寫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這個把它 靜射過去 所以按靜射 確定 刪除藍物件 Yes 按Y 好 我們稍微排列一下 OK 然後這個再稍微移動 OK 然後這個再稍微移動 好 再往下一點 選他專頁也起鍵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這邊有點圓對不對 所以按下移動命令把它搬過來一點 好 那我們列印的時候呢 距離不要太遠 太遠的話那個 反正我們先標註好了 我們先 這個是標這裡對不對 那我們剩下就是 給它做連續標註 來把目前圖層設為這個 立面的標註 好 然後這個註解就立面標註嘛 沒有無單位 那我們就是按線性 好 那我們從上面開始標 OK 那你只要標那個 最大範圍就可以了 OK 標最大範圍 比如說 我就標這個 把這個打開 你看 我們之前有標過嘛 這邊複習一下 有沒有 墻的厚度 這裡的範圍 然後這邊你要標C一點 你可以標到這裡 跟強厚度 跟這裡 再就是 這個天花板 跟天花板開口的範圍 這樣 好 所以我先點這裡 跟到這裡 來標這一段 26 然後再按連續標註 按 註解 選這個連續式 OK 就鎖到 強厚度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成板的追 成板的深度到這裡 所以在成板的這個範圍到這裡 有沒有 然後再開口 開口到 到這裡 那底下這個櫃體的話 你可以 往下面標就好了 我們上面先標天花板 因為天花板 這個是一個施工工程 也滿重要的 所以點這裡 然後成板的 的深度 有沒有 30 然後再來是到 到牆體 在牆的厚度 然後再從 成板這裡開始 到成板的深度 然後再成板的開口 就到 這裡 在成板的深度 這邊 這邊強 強的深度 跟量 有沒有 葉西劍 就這樣標上來 好 剩下的這裡呢 你可以稍微排板 當然你可以放這樣 或者把它拉上去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 好 比如說放這樣 往上拉 這邊稍微排板 你這個可以靠左 那邊上來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 285 這可以 30 15 好 這把他拉上來 這13 這邊有個13 好 上面就OK了 那我們看 底下 底下就是要 我們先從這邊標下來 所以按下 線性標注 然後就是從這裡 我從下面標 樓板厚度 17 再來是連續標注 連續標注 直接標 這個 這裡 就是 低層天花板 跟那個大梁 然後到樓板 到樓板厚度 葉西劍 好 再按這個標注 標左邊好了 樓板厚度 連續標注 因為這個全部都吃到天花板 所以你就直接標這裡 這裡到 到這裡 OK 當然你可以標高層天花板的距離 然後跟這個 這裡到這裡 這樣也可以 因為它靠近左側 右側 然後再微調 然後這個17 你可以點它把它選到這裡 這都一樣的 那我們看右側 對沒錯 你如果要標高層天花板的位置 那就這一段先刪掉 就是你按 線性標注 你去標 這裡到 因為這邊低層天花板 到高層天花板的位置 我們就做那個線性標注 按線性標注 你把剛剛標注刪掉 線性標注 比如說去標這一段到 這是低層天花板的高度 跟大梁一樣 然後到高層天花板的距離 就30公分 OK 然後這裡給它連續標注好了 那邊標注從30公分到樓板這裡 距離10公分 然後樓板的厚度 OK 就把這個結構把它拆開 好 當然這個17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把它拉過來 好 那最後呢 就換底部 對不對 我們把它標完 我們就按這個 線性標注 OK 那這個是延伸的 就不用了 所以你 可是我們這裡有一個結構注對不對 好沒關係 你那個 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了 左鍵 左鍵 拉下來24 然後再連續標注 同一區標 整個衣櫃的最大範圍 比如說衣櫃180 然後從衣櫃到這個隔間牆 就我們這一個門的區域 好 就是距離120 然後在隔間牆的厚度 它是它是12 接下來到 投影的對面這個開口 除房空間 然後從這裡到這裡 然後再一個 木座隔間工程 好 10公分 然後到這裡 再到這裡跟這裡 然後這邊是一個 好 這把標訊好 這是一個 那個 結構柱後方投影 就這一段 這段 OK 好這樣可以 當然如果你要把這個結構柱的投影 做出來可以 比如說按線性標注 然後這個都不用 因為這是連續 連續樓板 這個不用 就像這樣 那像這個如果距離比較遠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放在裡面 這樣也可以 OK 好吧 因為我們就習慣把它放外面 好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 主樓室跟客廳的必項立面圖 之後再把它出圖 那這邊你可以調 如果你都標完 沒問題的話 你可以 稍微給它排版 比如說根本不用那麼高 那這拉下一點 OK 然後像這個 你看這個有點遠對不對 所以這會佔空間 你就直接把它近射過去 所以就按 按下近射命令 選擇一樣 確定 指定一個近射 按Y Enter 然後這個再微調 這邊再過來一點 然後按移動命令 這個再稍微過來一點 按移動命令 這個再稍微過來一點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是不是你看 我們在印的時候這個地方有超出範圍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裡就可以接兩段 你會覺得說這樣太長你可以接兩段 OK 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點這個 然後往下拉 當然這個你可以往右飆 反正我等下解兩段會擠到下方來 所以我就 把這個選到這裡來 然後給它近射 確定 過去按Y 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你給它 ED Enter 然後點 點這裡 然後這個按Enter 讓它解兩段 看一下 有啦 這樣可以 OK 好 像這個一樣太長了 所以我點這裡把它往下拉 然後這樣按ED 然後點它 然後點這裡按Enter 這樣OK 好 那底下這個 就我們盡量在出圖的時候 讓範圍控制在 這個區域 不要太大 因為太大的話 那個 比例尺就要算得比較小 所以這個我們要控制看 可不可以把它縮進來 OK 那像這裡比較空檔 所以你這個地方也可以按 按ED把它接兩段 我們後面再做好了 好那這個再微調 或者說你這把它調高一點 或者說你這把它調高一點 好大家先試一下 就是我們把那個 B向逆面圖的材質圖說 跟標註把它做出來 大家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